你真的在談的嗎 我真的談 對 因為觀眾就覺得說 是不是真的你在談 其實花很長的時間 我們今天會客串是因為被他感動 對 因為他今天練琴練了幾天啊 我練半夜都沒有睡了 我已經失眠五天了 是 因為要自彈自唱嘛 對 而且 為了今天就是彈這一首歌 其實我還特地去請教我們的孔鏘老師 謝謝孔鏘老師 因為我去孔鏘老師也練了七個鐘頭 可是觀眾會覺得說 你這個可能不是自彈自唱 你要不要前奏來一下 來 掌聲鼓勵一下 來 不錯 看得出來他真的很緊張 他連那個手都在抖耶 連七八天這樣彈 這個壓力的確不大 搞不好下次王建復要邊吹薩克斯風邊唱歌 不行了 只有一個嘴巴 對嗎 您說 真的有 學院真的很用心 我們丁丁評審長怎麼講呢 丁曉雯老師請 今天一開場的兩首歌 真的 那先說王建復的歡樂 我覺得你整個的精神是真的有詮釋這首歌的整個的意境 我覺得精神是非常非常棒的 但是因為這個是吳斯凱的歌 吳斯凱的歌其實不太好唱 因為他常常這個旱地拔衝 那個高音突然是跳上去的 其實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天這個歌一進歌 有一句即興的阿多利布有沒有 那一句的音準其實就有一點點危險了 因為那句真的不容易 突然之間就要開始唱那一句 然後呢 這首歌的副歌 愛到最高點那個地方 也是差一點點 而且其實比較明顯有搶牌 愛到最高點 愛到最高點 不高一句誓言 就把你放在心裡面 好 所以在歌唱的技巧部分呢 這兩個部分呢 真的是有著扣分數 好 但是整體的表演是完整的 然後阿凱 我剛剛才知道就是 其實你是為了這個歌特別去練鋼琴 是 所以失眠五天 對 那孔香老師是不是也是失眠五天 八天 做老師應該大概比學生還要緊張的 阿凱這幾天的用心 我想今天在舞台上的展現 其實有得到收穫 謝謝老師 謝謝 當然瓜哥很搶戲 但是呢 真的幫這一齣戲也畫龍點睛 他是演一個樂手嘛 彷彿就是已經在彈唱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很專心 在那個氛圍裡面 一直到他後來碰到可能前女友 好 所以碰到前女友那邊喔 有一個很有趣的畫龍點睛 就是你有一個字 音準 突然凹下去 但是我覺得 就是那個是畫龍點睛 就是 你碰到前女友那個突然的驚嚇 他沒有辦法那麼穩定 我反而覺得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點 好 當然可能是 不是故意設計的 但是可能是天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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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幾年 今晚漫漫到清晰 新來奢侈過去 想我問愛我相依 整個的氛圍 真的 連我都看進去 我覺得心好痠哦 我覺得阿凱雖然你在肢體上面 我們常常覺得不是那麼靈活 但是我覺得你常常在歌裡面 有一種很真實的情感 很純樸的表現 所以反而讓看戲的人 聽歌的人 會很自然進入你一種 這種很自然的展現當中 我覺得這是你的優點 我們在看戲 仿佛你那個唱歌是那個背景的音樂 襯頂的主題曲不太像是你唱的 所以也許有觀眾真的懷疑 你前面也是不是對嘴是對手 但是真的我們看到了阿凱今天 除了歌藝之外 為了一個演出的豐富性 還花這麼多時間去學一個新的記憶 我覺得這點真的 讓老師很感動 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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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復 是不是跟仁豪拜了同一個 這個聲音樂老師 高音樂樂練越好 然後我剛才跟著你唱了一下 我也唱得上去 不過唱完了我都有點痛 這高音真的是越來越好 而且你現在經常性的 就是很多歌都往高音上面走 那當然這首歌 在音準上面並不是非常完美 可是因為你整體的表現 讓整首歌那個氣氛跟那個味道 有發揮出來 唱得非常好 阿凱今天的表現也非常好 不過瓜哥差點把這麼深情的一首歌演成鬧劇 可是因為你太過於專心在你的彈唱上面 所以你沒有注意到瓜哥的動作跟他的即興演技 可是正因為你是非常非常專心在你的唱歌上面 那個歌聲真的就是非常純粹的 非常難以打排的 很好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看王建復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在高音的表現上有明顯進步得到 是肯定的健康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幾分 70 8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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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1.2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莊智凱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今天挑戰了自彈自唱 下了非常多苦功的正海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1 92 93 小數點繼續跑 有沒有 1 2 恭喜得到93.2分 謝謝老師 非常高的分數 對 你們花的心思 評審也可以體會到 是 讓觀眾朋友也可以感受到 恭喜你了 好 謝謝